基金会募集善款 颁发全国育幼院院童奖学金 没有名额的限制 16年来从来没有间断 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关心育幼院的孩子们 为他们点燃梦想 感恩您的支持 跟蔡老师请教 你一直在提到 因为你是会计师 那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很多朋友 会计专业没有到那么高 那你也特别提到了很多租税 你的很多客户都是谈到租税的规划 或者是公司的很多经营 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如果我们没有像你一样 我没有会计师的背景 假设我没有这样的背景 那我要去跟上市贵公司的老板 或者员工去关心他去谈这些问题 我会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学习的方法 特别教教大家 因为现在遗产税降为10% 但是现在保险有3000万免税 这个优费 所以各位可以利用这个3000万免税的优费 跟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的经理 副总、董事长、总理人做规划 就用3000万免税 因为免税优因很大 然后3000万一般的主管都负担得起来 如果3000万一年保费表不了多少钱 可是你要知道他有太大的学习 如果一家每个人都负3000万 三千万都免税 前家都免税 每个人3000万 三个就准千万 四个就一亿两千万 不是一个高法单 以前可以一家一件做20亿 做一亿做两亿 其实没有关系啊 四个人做一亿也很棒啊 可是用这样的链头 这样的观念可以跟他规划 因为保险从业连不管来一家 很少从业连会去做出税规划 帮客户做这种规划 利用免税3000万 帮所有的这些需要规划的这些有钱人的对象 做规划 我们要交客户投资 有时候我们也要帮客户做一个规划 做一个看断 不要让客户经济要跌满 因为你今天二元 让人亏损的人 我跟你下次你再改口 你去都不敢去 去都不要骂一顿 那我们要客户赚钱 哦 解答关系